上次呢 我們已經教了這個文案的部分 所以現在把文案執行起來 那上次我們有在好友當中 比如說已經找到了 可以找到一些人了 有沒有 那比如說呢 好 我就找那個王先生來聊天 比如說那我現在打一段話給他 在打的時候呢 各位在這個字這上面 點一下準備打字的時候 那個什麼 點一下準備打字 這邊鍵盤起不來 我接了這個可能鍵盤會起不來 那打了之後 通常會有一個小鍵盤起來 小鍵盤起來同時 各位看一下你的左上角一個鍵盤 左上角一個小鍵盤 就是我再講一次喔 你在這邊要準備輸入的時候 你按下去之後 他通常會有一個鍵盤起來 那鍵盤起來的同時 上面還有一個小鍵盤 請各位直接在這個地方 按了往下拉 按了往下拉 然後選擇輸入法 選擇輸入法 我要請各位看一下 你的預設是哪一個 預設是哪一個 我再重講一次喔 通常你隨便找一個人 好像要聊天 那你要準備打中文字 當你在這個地方 可能點兩下之後 或者點一下 你要準備開始輸入字了 輸入字的時候 他這邊底下會跑出來 畫面佔了將近一半的鍵盤 同時呢 在左上角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小鍵盤 是可以讓你輸入的 那你把這個地方上面 按著拖下來 按著那個上面的那個黑邊 拖下來 然後可以看得到 選擇輸入法 等一下選擇輸入法 然後看看 你的輸入法是什麼 OK 那我要先問一下 預設有超注音的請舉手 有沒有 像這裡 就是這個地方 有個超注音 但是可能還沒有在預設 我們點的就是 預設 你現在是用哪一個輸入法 有超注音的請舉手 沒有 有Google注音輸入法的請舉手 語音輸入 蛤 語音輸入 沒有 我們等一下不是要語音 我們要注音輸入 有沒有 Google注音輸入 有喔 OK 有的話等一下不用裝了 跟各位講 現在目前 用中文字 就是用中文輸入 待會各位 你用中文輸入也可以用手寫 等一下我要介紹一個 輸入法 很好用 其實呢 有一個是 像我這台裡面 預設有一個超注音 不然的話 現在超注音是要花錢的 超注音是很好用的輸入法 但是呢 現在 Google注音輸入法 比它 可以說是 有更好一點點 所以呢 現在最好的輸入 中文輸入法 我覺得是Google 不是語音喔 注音輸入法 OK 所以呢 如果不是的話 來 現在要教各位 那個什麼 那個 我們先打點掉 我們先回到首頁 首頁 我就說 按各位下面的中間 的那個 通常是下面中間 一個黃子的那個鈕 按一下 它就會回到最前面來 對不對 我們把Google Play 就是Play商店叫起來 Play商店叫起來 也是一樣 接下來 我們要用搜尋的 按下 搜尋 然後你可以用 麥克風 來輸入 準備看看 像我現在按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你就打 你就念 Google注音輸入法 看看可不可以 來我試試看 Google注音輸入法 好 你看 當我來 各位可以先看我這邊 當我這邊一講完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Google注音輸入法 那各位 請各位把它安裝起來 這個東西不錯 所以你就點一下之後 按安裝 好 可以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安裝 請把它安裝起來 好嗎 好 然後接受並下載 請把它裝起來 好 所以現在請各位 可以開始動作 把它裝一下 好 好